虫儿来了 女生主动跟你说早啊 该怎么回答呢 女生早上随口说一句 早啊 有大兄弟们知道了 不能被女生这种主动砸坏的脑子 所以故作高冷回复 早啊 早早早 早早的 我就问你 你是不是也准备奔上炸药包 你是想把女生炸跑吗 要不是说 今天这么早啊 巴拉巴拉 给女生发一大堆消息 你这不就是摆明着要告诉女生 我正在你的鱼塘里遨游呢 你快来吊我吧 你把对女生这种需求感暴露无遗 女生主动跟你说早 啥意思呢 我现在已经起床了 你可以来找我聊天了 你可以跟我出去玩了 如果就为了你的一句早安 我为什么不跟别人说 却偏偏跟你说 说明女生对你的好感度是凌驾于其他男生之上的 能不能跟女生拉近关系就在此一举了 好多大兄弟们还没看完就准备开始回复了 好 我知道了 虫儿 女生说早 就迫不及待的回复女生说 好巧啊 一睁眼就看见你的消息 我觉得我这一天都特别开心 女生回复 行吧 能看出来 其实啊 女生也是挺无语的 男生又接着说 真的 我觉得特别开心 你呢 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就看到这儿啊 大兄弟们 换作是你 你还想跟这个男生聊下去吗 这点呢 不要太明显了 照这个趋势聊下去 是不是跟女生说的第三句话就是 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吧 目的性有点强了 大兄弟 很容易让女生产生反感 聊天毫无情绪上的波动 这样啊 一问一答 就算女生有想要了解你的欲望 也会被你亲手磨灭的 有的大兄弟们甚至还在心里说 人家是渣女 虫儿不得不说句公道话啊 不是所有爱搭不理都是因为渣 这宇宙无敌大直男还说人家渣 那如果女生跟你说早了 那到底该怎么回复呢 其实很简单啊 虫儿之前已经给大兄弟们科普了好几次了 要是还不知道 那就记住这个公式 表达行为加表达状态加表达感受 其实啊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把自己此时此刻的感受表达出来 比如 女生说早啊 你就可以说 比起晚安 我更喜欢早安 女生很疑惑地问男生 为什么 成功去调动了女生的好奇心呢 然后接着说 因为这就证明了 你早上起来想的就是我 反客为主 把男生的感受加上女生身上 明明是男生小女生 哎 这样一说 让女生急得好像是她一直想男生了 女生回复男生 哼 才没有 女生的回复有点傲娇的成分在里面 可以看出此时女生的心情还是很好的 当你可以影响到女生心情的时候 女生就会对你产生好感 如果已经是对你产生好感的女生 就会因为这样的情绪和心情喜欢上你 这个就叫做成功地聊天 成功地调动女生的情绪基础上 加左右女生的心情 可能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就可以逃离单身狗的行列了 还有什么不会的回复告诉我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新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往回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CX5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的话 请看我最新一期视频的结尾 即可获得最新联系方式哦